丈夫都上赢了 那样的大概输赢会在多少 几十万吧 不是这样的 他们玩牌就跟唱歌跳舞一样 是一种爱好 我想让谁赢谁就赢 我想让谁赢谁就出 说得太夸张了 作家我都能看出来 小王啊 看好 让你输过青霞大赶 太正常了 你会算了 不要在一起了 赌钱赌到最后没有真正的影响 不赌才是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魔方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委托人呢 是一位姓陈的女士 她内心非常焦急 和丈夫之间呢 经常发生争执 而争执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丈夫喜欢赌博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你好 陈女士 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信任我们节目 专程从武汉赶来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是这样的 因为我丈夫这两年的话 晚上很晚归家 然后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就没办法啊 然后就去朋友家 认识的朋友家里面找他 才知道他在赌博呀 你结婚几年了 我们结婚已经有 五六年了 他结婚前就喜欢赌博吗 没有的 因为他理发的手艺很好嘛 然后我们店里面 我们开了个理发店 对 我们结婚以后的话 就扩大了店面嘛 然后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 他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 然后就慢慢的就 出去玩啦 到现在为止的话就 赌得很厉害 你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赌得很厉害是指什么吗 真的他就是店里面的生意 基本上就已经不管了呀 他已经不管生意了 就已经彻底影响 自己的事业了 对 只要别人一打电话来 然后就出去了 一般他会在外赌博几小时 这个也说不定的 他有时候就晚上出去 可能就很晚才会回来的 有时候因为他一出去 电话也关机 我也找不到他人 最长的一次呢 比如说可能凌晨几点钟吧 三四点钟啊 这样的样子 影响到家里的经济情况吗 肯定影响啊 因为以前我们做电子的时候 还赚了很多钱的 现在基本上输了都没有了 你跟丈夫谈过吗 不止我跟他谈 我们家里面的人啊 然后他家里面的亲戚朋友 都给他说 都说不好的 比如说今天就输了 他说反正我明天也 也会赢回来的 然后就下去就再去 你有过对他这些 比如说像 要挟这样的手法吗 是严重的时候 有时候我心里面 特别难受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说 干脆 你婚算了 不要在一起了 你说了那些话之后呢 他什么反应 他反正还是不听 他就是老是觉得说 出去玩一玩而已 再加上他那些朋友 老是来找他 可是店里生意 的的确确影响了 难道他不着急吗 他可能因为 当时我们手上也 也赚了一点钱了嘛 就是说在 钱这方面的话 就没有那么紧张 今天我知道 你现在也在我们现场 走 王先生 我希望今天 既然你太太 来到我们节目里了 就能够帮助你们 夫妻解决一些问题 我确定帮助 我很经常 我也过得很事 由于当事人妻子的 故意隐瞒莱茵 当事人无法接受 节目录制的要求 并决定中途离场 我想听的是 先不要着急啊 我相信啊 你丈夫 只是不能够 接受一下子 曝光在众人面前 说出他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他可能 并没有走远 只是没有在这个棚里 也许我们现在说的 和我的话 他都能听到 这样我们先 进我们的今天 九宫阁的部分 我们听听各位网友 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然后把九宫阁 接到现场 好 各位好 今天呢 陈女士 希望我们帮助她 特别是 帮她解决 她的丈夫 士祖 诚信的这个问题 各位 你们怎么看呢 赌博 这个东西不好 嗯 害社会 害家庭 其实这位先生 他真的还没醒悟过来 如果醒悟过来 他就会远离赌博 好 谢谢这位 压医说的很对 这位网友你好 我们节目刚刚开始录制 王军先生就已经 愤然离席了 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 回到我们现场 你想跟他说些什么 我只想劝他一下 他这样会失去很多东西 比如说他的妻子 还有他朋友 好 我们感谢各位网友 发表观点 经过编导再三的沟通 以及顾及到妻子场内的悲痛心情 当事人终于决定配合节目组 重新回到节目中 我们看到王先生又回到我们现场了 你好 王先生 你好 嗯 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突然之间可能也在很不知情的情况下 太太突然到我们节目当中 说到了你的赌博的这个习惯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赌博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我觉得可能是 很多人理解的赌博就是 人品挺坏 这个人呢 就是不肯理喻 就是精神上出问题了 其实我认为 他们玩牌就跟那个 下相企业 下围棋 唱歌跳舞一样是一种爱好 嗯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嗯 我想了解一下你平时玩的是什么 呃 玩扑克牌 啊 呃 扑克牌但是是来钱的对不对 对啊 大概输赢会在多少 也适合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大概有 几十万吧 又七十万的差不多都已经有了 那王先生 我觉得这是 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赚来的一笔 数字不小 你不觉得有些舍不得吗 我们这个东西 刚开始我也不是愿意输 一下子把六七十万输掉了 是吧 就是刚开始 最早玩牌的时候 就是朋友在一起 很好的朋友嘛 在一块玩一下牌 所以呢 这话谁请客 吃饭 嗯 后来时间长了以后 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来点财了 就是说 嗯 小玩一点 除了以后就是 小玩没什么意思的 就是说 来大一点 他现在可能就是 都上瘾了一样的 每次朋友打电话来呀 只要一接电话 要他出去玩玩 他就去的 你觉得这是一种瘾吗 我觉得 也不是瘾 有时候自己是身不由己 我有时候也不想去 但是朋友你不去 他过来 你不来我过来接你 你在家里吃 帮他过来接你 开车把他接走了 你不去也 觉得很没面子 不好意思 我觉得会朋友 可以有很多方式啊 为什么一定要用 赌桌 用打牌的方式呢 你太太为这个事情 很着急 很伤心 我想这里都知道 是吧 等我以后把那个 钱赢回来以后 把我自己以后 以后 不要说这个话 你说把他赢回来以后 你就不赌了 对 王先生你大概每周 会有几次去打牌的经历 几乎每天都有吧 你基本每天晚上都在赌桌上 有时候白天 有时候晚上吧 王先生我今天给你介绍 一位我们的心理学家张博士 听听张博士会怎么看 素博 还有一些赌徒的心理 张博士你好 你好 王先生 首先不要谢谢您回到现场 所以显然 在你心目中呢 你还是蛮愿意面对这个问题的 恐怕很多人听到您说话呢 都会心里想说 是啊 我也不过跟几个朋友聚聚 打打小牌 这有什么不行 这种社交性的消遣跟娱乐 跟刚刚太太口中所说的 赌博成影 赌影 有什么差别 如果你发觉 工作结束了 自己跟几个朋友聚聚 打打牌 第二天 该上班的时候上班 该跟家人互动的时候互动 完全没有影响到 你的工作跟生活 这个就叫做社交跟娱乐了 但如果 因为跟朋友聚会 打牌这个事情 造成工作的时候 无法工作 跟家人互动 也产生很大的问题 这个恐怕就比较接近毒瘾 容易有毒瘾的人 基本上是出于三个因素 一个呢 就真的是获利 像我在里面 说不定可以赚点钱 金钱的回报是一个因素 那接下来呢 是很多人是逃避现实 觉得工作压力太大 生活中有很多的空虚 跟无助的地方 那干脆就去跟朋友玩玩吧 那当然第三个因素 就是追求刺激 那对您来讲 刚刚讲了 就是刚开始是随便玩玩 后来发觉赌注越来越大 因为你对自己的容忍性 越来越高 你觉得这个还不够好玩 那再加大赌注 才会觉得自己有成就感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发觉 这个钱来得快去得快 你就很难脚踏实地地 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工作 这是为什么 朋友之间的 这个打打牌 这句会 变成毒瘾之后 会对一个人造成 很大伤害的原因 我觉得 我只是一种爱好 还没有到成瘾的这种情况 打牌这件事情 未必是坏事 但是打牌打到 你的妻子每天泪眼洗面 然后你的工作 跟家庭生活完全都不顾 在这个时候 你恐怕就得面对一下 自己的行为 我是不是该做些调整 我是这样的 有时候 我也是觉得 有时候是觉得 以前做的也不对 是吧 家里我也想 是不是 慢慢试着改好 但是他总是用 那个有色眼镜看人 总的 我是无可救药了 就是说 有时候就在屋里面 有个灯 忘记关了 他就把你说一顿 我觉得我没有这样 他在家里面 基本上是什么都不管的 你说他要是 今天不着家 回家以后 四个班团 或者是干什么 朋友一来 走了 你说这人心里 谁受得了啊 你说你天天会出去打牌 你觉得哪一个妻子 受得了呢 为什么这已经 不是成瘾了呢 对你来说 这个当朋友打电话来 希望你出去跟他们玩牌 然后妻子 希望你留在身边 你是怎么做这个选择了 在家里 待着你两个也没什么话说 还不如出去 跟朋友在一块玩一下 我感觉自己很放松 那之所以没话说 还不是因为你不顾家吗 这两年才会这样啊 以前哪里会这样 最后我不知道 因为很空虚了吗 你为什么觉得很空虚了呢 后来 因为我跟他现在 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在家里 你觉得没有人理解你 支持你 跟你对话 所以你就出去 跟朋友一起交流 对啊 就在你出现赌博 这个情况之前 你觉得你们俩 还是很有共同语言的 对 其实我也想变好啊 变好 他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你的意思是说 你自己也希望改变 目前的状况 对啊 那你希望妻子怎么做呢 你说他常常用老眼光 看着你 他做了什么事 让你觉得 反正他跟我说 我做任何事情 都没有一见对的 我觉得他也没什么 做成那晚又不回家 当有朋友打电话给他说 赶紧出来打牌吧 你一般会对他说什么 刚开始就是叫他 不要去吵了 后来 后来大家都劝他也不听 真的是没办法 我脾气可能也不好吧 可能就老是吵 但嫌这个方式 对他留在家里 一点效果都没有 如果妻子 请求你留下来 这个时候朋友又说 车已经到你楼下了 你会做什么选择 他没有请求我留下过 那我们来假设一下 他改变态度 我肯定会改变态度 你是这么想的 对 陈女士 你会对他这句话 有信心吗 还是表示怀疑 我表示怀疑 因为已经有那么多人 就因为你一直怀疑 我从来不相信我 我做任何事情 你都不相信 这一两年当中 有没有什么家庭的 一些重大事件 比如说哪位长辈 过生日 或者你们夫妻 几周年聚会 希望他留在家里 而他不管不顾走了 的有吗 以前那时候 刚结婚那时候 可能还记得吧 到后来 你有跟他提过吗 比如说哪次是你的生日 我觉得他如果不记得的话 我提也没有什么意思 反正我真的是 对素质记性不是很好 王军先生呢 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理由啊 说在家里过得不开心 需要出去散散心 然后试试手气 当朋友一有邀请 你就动心了 在张博士这个标准来看啊 这已经是成毒瘾了 已经是赌博 而不是娱乐了 这样 王军先生 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位 马鸿刚先生 我们来听听马鸿刚 想告诉你什么样的故事 来马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神秘嘉宾马鸿刚 到底有着怎样的赌博经历 我听说你个人的故事 更离奇 我是13岁就开始赌钱 马鸿刚的现身说法 又能否改变当事人 执迷赌博的想法 那是根本不现实 不可能的 相信你这钱 验人出现了吗 一般的作家 我都能看得出来 咱们现在设客局 让你输过清销贷款 太正常了 说的太夸张了 影响到家里的经济情况吗 以前我们做电子的时候 还赚了很多钱的 现在基本上输了 都没有了 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赢回来的 你天天会出去打牌 你觉得哪一个机子受得了呢 其实我也想变好 变好他也得我这个机会 王军先生 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位 马鸿刚先生 我们来听听马鸿刚 想告诉你什么样的故事 来 马先生你好 你好 马先生很有意思 他成立了一个反赌俱乐部 对 马鸿刚 1977年出生 辽宁盘景人 曾行走于各国地下赌场 2009年4月9号 在沈阳现场揭开千数之密 劝好赌之人戒赌 那我听说你个人的故事更离奇 你曾经也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赌仆 对 我以前就是在赌场上 平平得手的一个人 就是职业赌仆 职业赌仆 对 就是说啥事也不干 每天只是赌博 对 我什么事都不做 赌博是我的事业 这是多久之前的事 我是13岁就开始赌钱 13岁 对 那个时候刚开始赢了什么 三张牌 什么叫斗鸡 也叫大金花 那有一次呢 无意中就给我多发一张牌 多发了一张牌 这把牌 有一张牌我就藏起来了 我这把我是最大 别人三张牌 我四张牌 这是不是就叫出老天 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出老天 就是别人给我多发一张牌 我藏起来我就赢了 从这以后我觉得多一个牌就能赢群 我以后在赌钱的时候呢 每次赌钱我就主动偷一张牌 就偷一颗牌 偷一颗牌的时候我就藏起来 我就每次都能赢 就这样有的时候他们就回忆我了 就知道我挺厉害的 就有人不跟我赌 不跟我赌呢 我那个时候一开始玩什么呢 他有抓骰子 咱们就扔骰子 开始扔骰子 我就体验扔骰子 我就看出去 也是一个所说的出老天 他很厉害 我就看出来了 看出来之后我就没没事就开始练 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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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有被发现过吗 有过 2003年的时候吧 我已经是出钱很厉害了 我就上南方跟他们去赌钱 一个老板请我 请我去赌 当时我就赢了很多钱 就是桌上钱全部都要赢来了 当时南方一个人呢 就是跟他们说话 就好像说我会出老千 其实请我进场这个人呢 他也不是这么懂 就那意思他就知道我手法很高很厉害 那意思你再搞一把 做上钱你就没有了 咱们就走了 当时呢我也不想搞了 他又暗示我说那意思再搞一把 我打那一大就搞一把 这个牌没得发出去呢 然后这个人站起来说不要动 你这把又是大牌 其实我呢 我发牌给这个老板 我不赢 我想这个老板赢 他们那个牌收起来 他又去大牌 说这个老板请我 赢他们的 我俩是一伙的 当时就开始打 就开始打我俩 打我俩 这个时候呢 我有一个机器会就跑了 到最后还是先抓到 抓这个人是谁 就请我进场的老板 说没有我 他不能挨打 他的钱不能抢走 我说我说没有你 我也不能在这里来 我说你本身 你是请我来的 你不应该你给我抓起来 他说这没有用 他就是 就是打 每天就是有四个人看我 就每天都打 就是要钱 最开始就要了20万 最后我们谈到八旺间 我就给那个我就走了 这个时候呢 我跑的过程中呢 我就想到什么呢 如果这次我是跑掉了 我就戒赌了 是因为那件事之后 你戒赌的吗 我是那个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走了以后呢 就忘了 就是实验长了 又去赌博了 那个时候我什么工作也没有 就好了 伤疤忘了疼 就是开始赌 有一次呢 就是我在赌桌上 认识一个朋友 这朋友 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呢 就没想真正的 就是交朋友 我就想赢他钱 这人也是干什么 他是一个老千 他在赌桌上 也能赢钱 就老千碰老千了 对 我就碰上他了 但是他的手法呢 我全能看得明白 我的手法呢 他不懂 那时候我就比他厉害一点 你是高等老千 他比较出击 就是这样呢 我们在赌桌上赌 赌是啥 我不是认识了吗 认识以后呢 我就跟他结好朋友了 我说我这里有个场子 有赌 你来赌了 你要是赢了呢 就咱俩分 你看能不能赌 能赌就来赌了 他本身 他是个老千 能赢钱 他就肯定 肯定敢幸福 这个场子 他就跟我来 来了以后 他说可以搞 我说你又可以搞 你就来搞了 我现在输的 一文钱都没有了 我是没有钱的 人家来搞 进来以后呢 就几把牌 他的钱就输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 你这么高的高的 我怎么还能付钱 他说老千 也容易失手 他说这个呢 时间长了 赌钱时间长了 我肯定能 给钱赢回来 他进了我这一圈 他不可能赢 一连就是总管的凡事 他以太别 他的车都输没 输没以后呢 我们就不理他了 半年以后 我就碰了这个人了 我碰他以后呢 我就问他 我说你咱现在怎么样 他说我现在完了 他说咱们半年前赌钱 我就没翻过身了 我跟你嫂子 已经离婚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现在是 你干什么呀 他现在是打工 你那能 也赚了多少钱 我说咱哥们好一回 我帮你吧 这钱呢 我那个 谢谢你这钱 你这个钱 什么时候有钱 你就还给我 没有钱 我这钱我就不要了 就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亲戚朋友都没有 他连百个钱都借不到 就人输到这种程度 就是严格都没有 那你自己怎么开始拒绝赌博的呢 通过我给人赢这呀 我就觉得这东西不是正道 所以说呢 我就想 就在某人赢钱的同时 可能另外一个人在气力子散 甚至是家破人亡 对 所以说我想到这呢 我就已经 我就想借赌 就是因为目睹了 曾经独有的悲惨下场 马鸿刚忽然意识到 自己终究会换来如此的宿命 马鸿刚痛下决心 决定戒赌 今天你认识了王军先生 他也很好赌 这一两年里面也出了不少钱了 你想跟他说些什么吗 你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相信你的钱 验人出现了吗 不可能 没有 为什么不可能 怎么说不可能 因为跟我在一块 还有呢都是做声音上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我告诉你啊 赌钱没有真正的朋友 如果是你真正的朋友 他不可能跟你赌钱 赌场无故事 没听到这句话吗 你这说的 这根本是现实不可能的 我玩了这么多人排了 一般的作家 我都能看不出来 他们骗不了我 我跟你讲啊 就是说你这种 你不能不相信 你这钱是怎么输的 我跟你说说 你心里 我不知道你服气 还是不服气 你本身 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没想输 也没想赢 他就是想娱乐一下 玩一下 但是后期呢 输钱了 就输一百块钱 都没人想输 他都想赢回来 就算你今天赢了 你明天你还想赢一点 你输了 就要往回捞 你是这种的 但到后期呢 你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人不找你 你可能主动去找 他们不肯骗我的 其实挺好关系的 我跟你讲 就是你这样的人 多长年的朋友了 就是说 就你这样的人 就是让你输过 青霞大海 太正常了 最后就是你亲戚没有 朋友没有 朋友看你再躲着你 赌钱 没有真正的营养 王先生 你听到过来人的心声 你觉得呢 过去两年输了六七十万 你自己觉得这个状况满意吗 我觉得还是 我运气不太好 其实赞一块 反正毕竟有输有赢吧 赌钱 他们也也输的 没有真正的运气 你不是我一个人输 赌钱没有真正的运气 我跟你讲 比如说咱们现在设计 我就让别人 我还输钱 我就让你输 说的太夸张了 今天我就给你俩赌一下 你看 可以啊 你要是赢了 赢一把 我给你一万块 我赢一把 你给我一百块就可以 你看你赞点 这样我们在节目里边 不谈钱啊 只是大家 交个手 然后让王军先生知道一下 原来在这个牌里边有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马先生到我们的玻璃鹏来好不好 王军也有请 高手过招 曾经的出签高手马洪刚 将在节目现场 亲身演绎出签的全过程 并解密赌场黑幕 我想要谁养工谁给你 我想要谁给我谁给你 小王啊 看好 这个就是签数 亲身面临出签的过程 当事人能否真心悔过 跟我在一块儿来都是很好的朋友 赌钱没有真正的朋友 他们不可提借我的 我在赌注让他认识一个朋友 废人也是犯人 他也是一个老千 就老千碰老千了 马先生到我们的玻璃鹏来好不好 王军也有请 高手过招 王军现在已经坐在 马先生对面了 但你依然不相信是吧 是的 你就是不可能出老千的 对 我跟你讲 就适度就有千手去藏在 伸手怕虎手 俗手怕高手 高手怕先手 先手怕失手 失手就怕多手 就属于前面 我真正的影响 马先生做签手多年 他说他怕失手 然后会过手 你说什么 炸金花 牛牛 小九 炸金花 牛牛小九 打完这样 是吧 这样我今天的杀 我就给你演示演示 让你知道这个东西 是真是假 好吧 好的 你想先演示哪一个 哪个都可以 那炸金花 行 那你再看一张花 炸金花是什么规则 你先跟我们讲一遍 炸金花就是 三个A 三个A 是最大的 是 就每人发三张牌 对 玩了 旗子就三个老K 三个球 三个钩 那按照你的方法 就是你要发四张牌 给自己 然后挑三张 不是 不是 你看 那个带大小王 大小王吗 不对 不带大小王 这牌呢 是一个很正常的牌 是吧 嗯 一般的几家人来 好 你切牌 我一切牌你感觉有毛病吗 嗯 没有 没有毛病哈 打不出来 这边发牌有毛病吗 没有毛病 没有毛病哈 你这炸金花什么最大 嗯 三个A最大 三个A最大哈 对 看哈 怎么可能 你都运不起来吧 对 这怎么可能不运气呢 你这样的啊 你说我也能拿到三个A 他就是要证明给你看 我要的 你说我碰运气是吧 你玩牛牛 好吗 好 牛牛我不会碰运气吧 牛牛是什么最大你说 嗯 就是五个花色吧 五个花色就五个大研究牌是吧 对啊 你看你一牌洗顿 你洗牌 你这一两年玩牌 这个洗牌技巧也大增 嗯 牛牛是什么牌最大你说 五个花最大 五个花是最大是吧 对 是吧 你一起就过半了吧 对 盯住我啊 盯住了吗 盯住了 我号牌 你要号牌 再给你号牌 再给你号牌 嗯 我就想要这种牌就可以来一种 色列牌你看 这跟魔术有关吗 这个就是签数 啊 这就是签数 这个就是出老签的 这就是我发牌的 跟魔术还没关系 没有关系 你洗牌你发牌都可以 我洗牌 你洗牌你发牌对 好 你发牌吧 小九是什么样的 小九是因为两张牌对的是最大 这牌是最大 啊 嗯 它对彩 对圈啊 九点啊 都可以 你看你这什么牌 这在看 嗯 你什么牌 一个八一个十 一个八一个十哈 你盯住我啊 比如说这牌在这个位置哈 我手上没有牌吧 对 我这么看牌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哈 把它看好 啊 我出来换 我这个牌换掉你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换呢 我也在边上看着 我这样我再给你换一下你看啊 你肯定看不到了 我让你自己拿牌 这这个牌你自己拿来看什么牌 你拿去看什么牌 那过程看一下 这样子 这什么牌 这是一个 一个粒 一个粒 对吧 对 对 你拿走 对吧 嗯 听着我啊 听着了吗 什么牌 听着了 因为勾一个六 一勾一个六哈 这就是千 是总和三倍吗 不管是婆牌 还是麻将 世俗都有千 谁出的 我想象谁 应该是谁 我想象谁 谁就是 比如说 我在这个 在明镜里玩一下吧 嗯 你十分钟找个牌吧 嗯 找个五 找个四 找个六 四五六 是吧 这四五六呢 我现在给你洗顿啊 嗯 比如说现在是 咱三家玩牌 这个四五六呢 你看 应该给三个玩牌 你看啊 应该给他 对吧 跟你先发牌 应该是不是给他 来我想你玩一下 你看 盯住看啊 你最好你盯住看啊 你的这六是不是你的 嗯 这四是不是你的 这五是不是你的 啊 这就是抽屉 你另外一个牌 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从下面 就在中间牌 我哪个牌 都能拿出来 你看这个 这是几点 这是五点 是吧 嗯 地下是五点吧 啊 你就拿中间 拿着一个牌 那是金子 他那个五去哪了 五点五 五就在这上 哦 就随便 哪个牌 我都能拿出来 我想要的 那个牌 就能拿到一个牌了 比如说你玩什么 那个 这个斗地主是吧 斗地主也那么多牌呢 你怎么可以可以 就什么都可以出去 你洗牌也可以 谁洗都可以 你这把 你想要谁赢 咱三个人 你想要谁赢 我 就让他赢一把 让你赢一把吧 其实我发牌 你咋要毛病吗 也有 没有毛病啊 对 你看啊 我给你一个二 给你一个王 是吗 你放着 比较动啊 其实我发牌很慢 是吧 最灵魂是几 你看 因为这个勾点 对吧 那我立即发牌的时候 二三 为了让你赢 他把二 你看 你看 你看这十几 怪钱 发给你了 你是卡的 对吧 我一发牌的时候 给你 我想要谁赢 就赢 您看这一个五点 是吧 我一发牌的时候 那个王 是吧 换你牌了 最大的牌 都换你 两个王 是吧 就是我想要谁赢 你谁赢 王先生 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觉得这个 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 你觉得你那些朋友里边 肯定没人会这招 是吧 就是他闻一点 就是他会 他就不能可能告诉你 你们俩有常胜将军吗 也有经常赢的 有经常赢的 对 也输得少赢的多 输得少赢的多 对 那会不会他有点签数呢 这个 不好说 对我们发现一些 他们知道你是常败的 所以 但还老叫你去 对 这就不哥们儿吗 如果你输得多 人家就说 少叫叫他 他已经输太多了 赌钱没有真正的盘 王先生 我想马先生 尝试想告诉你是说 你原来认为 打牌是靠运气的 有的时候运气不好 所以输了两年 输了六七十万 他今天也许告诉你 其实赌牌 恐怕有另外背后的一些原因 他不完全是靠运气 对 我想要谁赢 谁就赢 我想要谁赢 比如说这个牌 我可以让别人赢 比如说咱俩这个好朋友 我不赢 我可以让他赢 你不知道我出现 是这样的 你完全都知道 你不会见到马先生之后 想拜他为师吧 这 我就看到这个 记住那句话 他这个思议呢 就觉得 牵手怕失手 失手怕剁手 千万别啊 赌钱赌到最后 没有真正的影响 就不赌 才是赢 说得好 之所以很多人会上瘾的 就是赌博前瘾的 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心态 就你刚刚讲的 我过去说了这么多 我只要有一把 我就会翻本了 心态 就是我 我可能可以把我所有过去 所有的 失掉过了 全户赢回来 那今天马先生在告诉你 也许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 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 比如说要是跟他赌钱 场子十赌十赌 赌钱没有 不出道歉 不可能不出道歉 不可能赌什么 如果朋友之间 只是你个还有可能 你来赌钱 你站在这个圈 你今天输 我明天让你赢 你不赢 你总能输钱 你不可能赌 你再傻了也不能赌 你今天比如说 你今天输两万块钱 明天今天赢一万二 他礼拜里 后天让你输花钱 大后天 他赢 让你赢四千 就是说 比如来回连环套 他来回套着你 你觉得你还能赢回来 他其实你输的时候 多赢的时候少 你每天 让你拿一万块钱输没了 每天拿一万块钱输没了 你肯定后天 你不能去赌了 你也不敢去赌了 他是这样的 连环套都给你套里 说的是那么回事吧 你也不是说 赌五场五场都输 总有一场两场是赢的 但赢的永远没有输得多 对 是这样的 以前只听说过签数 没真的见过 你防不胜防 其实我睁着眼睛 一直看不然没看出来 他出签 对 你防不胜防 就是你每个老签 他脸上没写过 是老签 他完牌的 而且最觉得是你发牌 他都能出签 把这个牌 我写完一遍之后 一张牌就可以 你这样 你随便说一张牌都可以 你随便说 谁说一张牌 黑桃三 黑桃三 咱这牌现在可能是喜乐 你想让黑桃三 第几张符 你看你牌喜乐 我喜牌我算 对 这牌 我没看到吧 是踏起的牌 对啊 是你踏起的牌 你要的牌 那是不是拿出一张牌 但你不能再喜了 我不喜牌 可以啊 你想让这黑桃三 第几张符 你说 第三张 第三张啊 一二 第三张 你看是吧 打开看 四个碎牌 只要我拿过来 我就知道你才是 我想要双牌 我直接进来 我明确的跟你玩一下 明确的玩一下 你看啊 手完啊 看好 可刚才那个飞桃三 我还是很疑问 怎么出来的 其实自己吧 人家电视机前 人家电视机前 明白他不好 我告诉我们之前 你自己在做这个抽老千的时候 每次看到像王先生等等这样子的人 满心怀抱的梦想来上赌桌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的行为 你心里面怎么想 像人 就是谁碰让人 谁高兴 就很想 很想跟他交朋友 嗯 是的 对呀 你跟他交朋友 他还跟你赌 你不认识他 他不给你赌 曾经请你吃 请你喝 请你玩 你看你 他请你去赌博 你捧他场子 他就抽钱 他一个呢 他就输了钱赢你 其实你自己 回想你 回想一下 你以前可能是执迷不顾 你永远你能赢 你现在回想 是不是那个事情 你娜的那位长盛将军 有固定工作吗 忙吗 在事业上 他也是 我跟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以前赌钱的时候 我就是做生意的 我说我做什么生意 什么生意 比如说我卖服装 我有名片 我真有服装 我纪念衣服 是不是 你看一看 要伪装 他可以的身份 对对 他是伪装身份 都有生意 没有生意 你不想去 王先生 回武汉之后 怎么办 还敢去吗 可能哪一天 也许就有人举报你们 你们不能有侥幸心理 我希望他能够尽早的醒悟过来 当事人能否顿悟回到妻子的怀抱 牵手输的这命 古徒输的这什么呢 你不会见到马先生之后 想拜他为师吧 以前只听说过牵手 没真的见过 每个老千 他脸上没写过这头千 太不可思议了 你那样的那位长盛将军 有固定工作吗 忙吗 在事业上 他也是 我跟你说 这些怎么回事 我以前赌钱的时候 我就是做生意的 我说我做什么生意 什么生意 比如说我卖服装 我有名片 我真有服装 我尽点衣服 是不是 你看一看 要伪装下自己的身份 这是伪装身份 都有生意 没有生意 你不敢去赌 王先生 回武汉之后 怎么办 还敢去吗 明知道钱是送给别人的 谁那么傻呀 对呀 比如说你再去赌 你看 这是 我是现在 这是十万块钱 这是你的十万块钱 你不赌 这十万块钱 你就剩下来 你要赌 你可能就一分都脑回来 你有没有看到 就有些生手啊 甚至七里子散 家破人亡的 就 很多呀 你看 我有一个朋友 他呢 也是一个老钱 他的签住宝也很厉害 他就是啊 他就是 失手了 他怎么样呢 他 赌钱的时候很厉害 别人只要很厉害呀 也不跟他赌 但是呢 你给他设一个局 你说我这有个厂子 他通过 很多人 接触这个 我这个朋友的 进场去了 进场以后呢 我这个朋友就感觉 事情不好 就觉得他已经 被骗了 他就不想赌 但是呢 这个人呢 他请他这个人 就拿着一把刀哈 就顶着后面 就你赌一得赌 不赌一得赌 你赌没有事 赌什么事情 我都能兜着 我这个朋友 没办法了 就上来 就赌了两把 赌了两把以后 直接进宫四个人 就在他架走 架走以后 就开始打他 打了什么样子呢 说话 都不会说的 就是没有 打得变形呢 后期他是让警察 如果 我的时候 被解救了 赌钱 就是这样 下场 就是这样 一个赌签手 他输的 他心生命 你们是赌徒 输的是什么呢 输的是严格 不是输你自己的钱 输你严格 你家庭的严格 你家庭的严格 你的朋友 接着 而且赌到一定程度 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对 你到最后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钱没有钱 借也借不到 你可能就想到别的办法 那扑我抢 有很多这种例子 所以说赌到最后 就算赌国本身 也是会受到制裁 可能哪一天 也许就有人举报你们 你们不能有侥幸心理 这本身就是违法乌规的 十赌十赌 以前没有 那你看还是这样的 只要到赌国 赌国有诈 就有诈 汪先生 你长达一两年时间 可能跟一个相对固定的圈 只在赌博 而且输赢已经有这么大了 我想可能 把这些分析是对的 可能是对的吧 其实说 你签书的 你不说的话 以前真不知道 还有这个签书 这方面的存在 总觉得一般的正常手脚 我都没看出来 你不要觉得 你是一顶聪明 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东西 不懂读人 都是不知道 永远你都是少 今天很感谢 马上庄先生 特地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相信 王军先生 见到了 这一次表演之后 应该是心知肚明了 对 这以后 就不敢再读了 就会发现 就有一次 我跟他读的话 我有多少钱 都得输给他 他还先慢了 对啊 你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 理发店的声音 多不容易啊 我觉得用自己的本事赚钱 是真正的取材之道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现场 还有一位媒体观察员 是来自搜狐的杨女士 我们来认识一下 杨女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那作为一个媒体人 在编辑网络新闻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会遇到 这样的真人真事 那赌博确实对一个人 和大概家庭来说 就是造成的影响 经常常都是毁灭性的 那今天我觉得 呃 陈女士能够来到这里 也是非常不容易了 那王先生在看到 就是马先生 现场演示的这样一个 就是很多赌博 都是有签署的 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之后 我希望他能够 尽早地醒悟过来 因为现在 他要挽回自己的这个家庭 挽回这个家庭的幸福 还是来得起的 嗯 这是我们杨女士的观察 的确在网络上 如果你搜索一下 赌博的各种各样的案例的话 肯定有很多故事 是触目惊心的 呃 那杨女士 其实同为女性 当你看到陈女士 应该说是在她的极力的 劝说丈夫之下 他们一起来到我们节目的 呃 你会觉得感 被一个妻子的这种行为感动啊 呃 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的 因为在长期他先生沉迷赌博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他还是呃 非常尽力的想挽回这一段婚姻 对 最关键的是 我觉得看到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爱情 感情在里面 是 这样一种不离不弃的情感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先生也应该珍惜 对 王军 其实我也是感受到这一点 你想 他和你结婚已经五六年了 这一两年的时间里边 他一直几乎没有和你有过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生活 对于很多妻子来说 他也许是无法坚持 是无法忍受的 是的 我也是觉得自己以前很固执 也没有真正的理解他 他的用心 嗯 今天真的很感谢他 对啊 对不起他 我相信陈女士说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过了 这都是气话 他真正想做的事 他要给你机会 要彻底挽留住你 嗯 而呃 陈女士 如果你能够碰到他做的不够好的时候 换一种方式跟他沟通 你就可以帮他找回原来那份责任感 跟自尊的感觉 他就有能力跟拒绝这些诱惑 跟这些诱惑说不 好吗 好 也许作为妻子来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 面对一个留恋在赌卓上的丈夫的时候 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需要一些手法的 才能够挽留住他的心 希望这个家庭生活能够正常 嗯 其实我刚才突然想到 因为现在正值世界杯期间嘛 马先生应该也听说过赌球哈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我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赌钱没有真正的影响 赌的次数越多 其实书面会越大 赌到后面 其实永远都是输家 对 王先生 其实就算是你的赌桌上 没有签书 没有老签 其实也不应该去赌博 因为次数越多 就像刚才马先生所分析的 到后面你一定是输的 我觉得今天马先生对我们的这个演示啊 让很多观众都会很惊讶 我们来听听 我相信很惊讶的九宫阁的各位网友 现在要发表什么样的观点 嗨 这位网友你好 主持人好 哦 你很年轻啊 刚看了马先生表演千数 什么感觉 很厉害真的 那你怎么看 像很多的这个赌徒的一些心理呢 赌博的话 我觉得就是十赌九输嘛 反正都很很多都是骗局 然后赌博这个东西没有底的 输了你想赢回来 赢的话你想赢了更多 所以说没有底的 到最后就赌的最后一无所有了 后悔来不及 是 理解非常深刻 嗯 很好 很多年轻人都要向你学习 好了 我们再来换一位网友啊 你好 这位网友 嗨 主持人好 看完了这样的表演之后 你有什么观点吗 我也是非常诧异 呃 我觉得赌博是非常的 就是危害大家的生活的 他们现在可能会没有失去什么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 妻子啊 家人离开他们的话 他们应该到时候也会 后悔莫及的 嗯 好 感谢我们今天各位网友发表观点 马先生 我觉得今天请您来 真的是很有意义啊 我相信啊 在电视机前看这期节目的很多观众 特别是和陈女士有一样迫切心情 想要挽救丈夫的很多女士 也许还会来找到你 嗯 啊 有什么方式可以联系你吗 嗯 我成立一个反主俱乐部 开通了反主热线 嗯 可以拨打我的反主热线 13030777999 好 希望有更多的 目前还是非常热爱主播的人能找到你成为反主的一员 嗯 希望你这个俱乐部的规模越来越壮大 嗯 好 谢谢 谢谢 嗯 最后张博士有什么话要跟王军说吗 对于一个流连在赌桌上的人 如果想要离开赌桌 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的话呢 其实需要两个力量 首先是赌桌那边的推力 马先生今天做的示范 我相信对王先生起到很大的推力 就别再以为你在赌桌上是跟自己的运气在较劲 其实你可能面对的是完全无法打赢的对手 而另外一个力呢 非常重要是家庭的拉力 把它拉回来 最后呢 其实我很希望陈女士能够到 呃 先生面前 呃 让他知道你现在对他的想法 原来他认为在你心目中 他是永远没办法改变的一个人 因此他就产生不了改变的力量 现在你的爱呢 是能够帮助他回归家庭最最重要的支柱 可以吗 我相信你非常愿意 来 又请 其实当时在看到王军的对妻子的这个 道歉的时候 我看到陈女士都哭了 很受感动哈 来 陈女士 如果我们用爱的拉力把它拉回来的话 你想跟她说什么 我希望就是以后碰到事情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大吼大叫了 就是有事情就商量吧大家 嗯 有事就商量 希望我们用更加委婉的语气 更加诚恳的语气 然后去劝说他 好不好 好 嗯 王军 我觉得你应该也有所表示 妻子担心你已经担心很久了 嗯 老花 这么多年 真的 委屈你了 今天在这里想说的话 真的真的 很谢谢你 谢谢你帮助我 能重新站起来 以后不会再沉迷多过 是啊 你身边站着一个 最可爱 最值得信任的人 最亲密的人 老婆 我爱你 太好了 我相信你们还会回到从前 和以前一样的幸福快乐 并且充实 其实我想对王军来说 回到武汉 还会有人打电话给你 还会有人把车停在楼下 说接你去赌博 接你去玩一玩 试试手气 这个时候不仅需要太太的拉力 还需要自己自我的坚定 好不好 不要为一时的快乐 一时的享受 一时的激动人心 就再一次回到那个陷阱 家庭生活肯定不如赌桌上 这样精心动脱 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温馨的生活 其实我们都知道 赌博可以埋葬很多很多人 很多人把自己也埋葬在了赌桌上 但是千万这个人不能是你 作为一个媒体人 今天来参加这样一个节目 其实我真的是被 这样一些真实的故事 深深地打动了 那我也希望这一期的节目 能留给大家更多的一些 是教育的意义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 也不要去给仇了 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去讲